第31章耻辱啊,该受青年的木剑,掀起不俗的气势,化作一道长虹,直奔白小纯,可没等靠近他的身体,在白小纯的四尺之外,在那厚厚的防护之光上,这木剑就砰的一声,被弹了回来。 白小纯在防护之光内眼前一亮,顿时放心下来,干咳一声,索性盘膝坐下。此周众人面面相去,都看着白小纯身体外的防护,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,他们见过擅长防御的,可却没见过。 如此防护之人,而那青年则是面色一阵红白变化,狠狠一咬牙,大吼一声,操控飞剑,使得那把木剑威力一下子暴增,直奔防护光目而去。 砰砰之声不断回荡,那把飞剑一次又一次的冲击,一次又一次的被弹飞,到了最后,感受青年面色苍白,体内的灵气都耗费了大半,眼中露出绝望。 他与人斗法多年,这还是首次遇到这样如乌龟壳般的敌人,可心底不甘心啊,他这一次是为了争夺前三的。 此刻仰天大吼,目中督出了血丝,向着白小纯怒吼。 你给我出来,你有本事进来,白小纯岂能害怕对方,文言一样在防护光目内向着对方以更大的声音吼道。 此周众人一个个神色古怪,看向白小纯时,都露出哭笑不得,可那甘瘦青年,却是气得轻筋鼓起,咬牙喷出一口鲜血, 那口血飞速融入木箭内,使得这木箭瞬间成为了血色。 雪灵术,竟用出了这种术法,看来此人是真的被气疯了。 此周人立刻传出惊呼,与此同时,那把血色的木箭,速度一下子暴增,威力更是扩大了一倍, 雪光明慢时,直奔白小纯而来。 哄的一声,这木箭竟穿透了三寸光目,不断的嗡鸣,可却在无法穿入丝毫,应用力太大, 甚至木箭上都出现了一道道裂缝。 眨眼间,卡卡之声回荡,这把木箭,居然在白小纯的防护面前,直接崩溃,成为了无数碎片洒落一地。 感受青年双眼发直,喷出一口鲜血,体内灵气枯竭,法宝被毁,气得晕了过去。 李清后看着这一切,面色更为难看,孙长老也苦笑,上前看了眼干受青年, 查出无碍后让人将其背走,这才咳嗽一声,宣布白小纯胜利。 承让承让,白小纯身体外的光芒瞬息消失,他神色肃然,昂首挺胸,一副天娇的样子, 话语一出,被背走的干受青年,刚刚苏醒过来,文言再次喷出一口鲜血,又昏了过去。 白小纯干咳一声,向着孙长老一抱拳,转身小秀一甩,走下眼舞台。 他的身后,那些没参加比试的外门弟子还好说,神色只是古怪而已, 可那些参与比试的弟子,则是一个各看向白小纯时,面色都很难看。 尤其是那些之前胜利之人,眼看干受青年都这样了,对于白小纯这里,不得不警惕。 比试继续,很快的,后面的那些弟子也都斗法结束,二十人身欲,此刻两两对决,终于选出了前十。 这前十里,杜灵飞、陈子昂都在,白小纯抬起下巴,看着四周同样是前十的众位同门,心底暗道。 再赢一场,就成了,他觉得希望就在眼前了,立刻振奋。 现在抉择前五,你等十人,重新来取排序小球。 村长老目光扫过十人,在白小纯这里顿了一下,缓缓开口。 这一次白小纯是第一个冲过去的,从村长老面前的口袋里,取出了一个数字12的小球,看了数字后,白小纯立刻描向其他人。 很快所有人都冲完,当村长老宣布一二战开始时,演舞台上除了白小纯外,一个大汉也流了下来,这大汉身材魁梧,看到对手是白小纯后, 大笑起来。别人忌惮你的防护,但李某不在乎,李某擅长的就是防护,看看我们两个,到底谁可以坚持到最后。 大汉笑声传出时,右手抬起一拍储物袋,立刻取出一面小盾,灵气一吐,这小盾猛的胀大,散发黄光,笼罩他的四周。 没有结束,大汉低吼一声,全身肌肉立刻膨胀,整个人静一下子生长了数寸,看起来更为惊人。 居然是断体术,那小盾有些眼熟,莫非是需要九千贡献才可以换到的陈光盾。 此周众人纷纷吃惊时,白小纯这里皱起眉头。 就连孙长老也在目睹这一幕后,微微点头,目中目出赞赏,对着身边的李柑后低声开口。 此此理山,修为名气五层,更为难得的是天生神力,修行断体术小成,不但力气增大,防护更是不俗。 李清后微微点头,目光扫向白小纯。 白小纯眼看这大汉如同变身一样的气势,又看了看那小盾,认出了是他当初在宝器阁看到,却没有足够贡献换取的一件宝器,皱起眉头。 此周众人一个个目中露出感兴趣之意,尤其是那些参赛的弟子,大都幸灾乐祸。 这白镜的师弟要倒霉了,侥幸胜出罢了,遇到了如此强敌,自然要被打回原形。 就在这众人低声议论时,大汉宁笑,身体一晃,直奔白小纯大步走来。 没办法了吧,我与你之前遇到的那位师弟不一样,我不需要攻击的力气,我的拳头,就是最好的竖法。 他速度很快,掀起一阵风,眼看临近,白小纯目中金芒一闪,右手抬起向前一指,顿时储物带内他的小木剑刹那飞出。 飘在了白小纯的前方,没有丝毫停顿,向着来临的大汉,默然一展。 这一展,四周渐气扩散,覆盖方圆树杖,轰的一声,直接落下。 大汉面色瞬间大变,他的头皮似乎要炸开,双目收缩,一股强烈的危险充斥全身,身体毫不迟疑猛地后退,大吼一声,双手一挥,顿时身边的小盾直接阻挡。 空的一声,这小盾阻挡在了木剑前方,可在彼此碰触的一瞬,却没有挡下丝毫,通体震动,直接被弹开,冲向大汉。 大汉骇然,可他的速度再快,也快不过飞剑,眨眼间,这木剑就到了近前,寒风扑面,如同置身冰枯。 任书,大汉毫不迟疑地立刻吼出,声音都变了条。 嗡的一声,木剑在大汉眉心停下,眨眼掉头,回到了白小纯的储物袋内。 白小纯眨了眨眼,心里也被自己的木剑锁精,他之前只是自己练习,此刻才知道自己的一箭之力,居然到了如此威力,而这,还是他没有使出举重若青之法的程度。 他眼珠一转,立刻抬起下巴,双手背在身后,淡淡地看着大汉。 大汉面色苍白,可眼中却露出不甘心,爬起来后盯着白小纯。 仗着法宝威力,你就算是赢了,我也不服。 大汉留下这一句话,转身走下演舞台。 村长老看了白小纯一眼,也被白小纯的木剑威力惊讶了一下,没有多说,宣布白小纯胜出。 哈哈,下一场,直接认输就是了,我被修饰,不都是为了长生吗? 打打杀杀太野蛮了,不是我白小纯要去做的。 白小纯心里美滋滋的,走下演舞台,他已经完成了李清后的要求,如今怎么的也都进入前五了。 李清后目光落在白小纯身上,别人只看到那把飞剑不俗,可他看的不是飞剑,而是方才白小纯操控飞剑时的游刃有余。 眼看白小纯又剩了一场,四周众人对于他这里,都是连连感慨。 此人有钱啊,那木剑极为不俗,哼,我若有这种法器,也能胜出。 法器终究是外物,此人先是那些符咒,又是法器,真实的本领却荒废,日后定会吃到苦头。 这种酸酸的议论还没有持续多久,之后的斗法里,在进行到最后一场时,杜灵飞的对手修为不俗,战力强悍。 这一战杜灵飞不再使用翻棋,而是拿出了飞剑,二人争斗一番,看得四周人都眼花缭乱时,突然的,杜灵飞的飞剑居然速度一下子暴增,其速之快,竟直接出现在了其对手的面前。 这种速度,已经超出了寻常弟子欲物之速,看得四周人全部愣住,而后一个个似乎想到了什么,顿时哗然。 居然是举重若轻,杜灵飞他竟感悟到了如此境界,举重若轻,孙长老双眼一闪,在那双目的深处,露出了惊喜,看向杜灵飞。 李清后微微点头,陈子昂也大吃一惊,其他前时的众人,纷纷如此,与杜灵飞对战的弟子,此刻苦笑一声,抱拳认输。 杜灵飞站在演舞台上,撬立着环视四周,向着李清后与孙长老抱拳,这才走了下去。 人群内,哗然之声依旧没散,唯有白小纯这里,眨了眨眼,这种速度,就可以是举重若轻了。 他有些诧异,杜灵飞神色傲然,下了眼舞台,额头微微渐悍,连续战了两场,他虽宁气五层大圆满,可还是损耗了一些灵气,尤其是方才那一战,与他对敌之人战力不俗,他最后不得不施展举重若轻之法,加大了灵气的消耗,才可以瞬间取胜。 他的目标是第一,而后面的几场,对敌之人定会越来越强,且这种宗门的小笔,在规则上没有那么严格,也不会给人太多时间去休息,于是他立刻取出一枚丹药吞下,闭幕运转,争取一切时间去恢复。 如今前五都已决出,除了白小纯与杜灵飞外,陈子昂也在其中,还有两位青年,二人修为不俗,也是宁气五层。 此刻其他四人都在运转修为,争取用最快的速度恢复一些灵气。 唯有白小纯根本就没有半点消耗,若无其事地站在演舞台的另一侧,打了个哈气,一副让所有被淘汰的参赛者看到后,都恨不能揍他一顿的模样。 他已进入前五,完成了理清后的要求,对于接下来的鄙视一点也不在意。 此刻闲着无聊,白小纯目光扫过其他四人,尤其是杜灵飞,白小纯觉得如果对方的速度,就已经是举重落轻了,那么自己这里,显然是要比此女速度更快不少。 不过这小妞身上煞气太重,好好一个女孩,偏偏喜欢打打杀杀,莫非这修仙的女子,一个个都不正常。 周新奇太高傲,侯小妹性格变化太大,白小纯摇了摇头,正要收回目光时,杜灵飞似有所查,睁开双眸,冷冷地瞪了白小纯一眼。 对白小纯,杜灵飞原本就瞧不上,再加上两场比试在她看来,对方都是取巧胜出,心底更是轻蔑。 可哟,敢瞪我,白小纯立刻不干了,她眼睛一样瞪起,看向杜灵飞,这种彼此拼眼神的事情,只要不是打杀斗雪,白小纯长这么大,还从来没怕过谁。 杜灵飞皱起眉头,她身后那些倾慕者,此刻也都不满,一个个全部狠狠地看向白小纯。 她们人多,好男不和女斗,白小纯一看对方这么多双眼睛,尤其是里面不少都有了灵力,干咳一声,觉得自己一双眼睛有些是孤立薄,哼了一声赶紧收回。 就在这时,孙长老的声音在这演舞场回荡,很好,这一次外门小比,你们的表现非常不错,如今已决出了前五,那么就继续吧,你们五人上前抉择对战,取出排序为五的小球者。 算作轮空,自动进入前三。 孙长老微微一笑,右手抬起一挥,口袋出现。 这一次是陈子昂第一个上前,取出小球时皱了下眉头,她的小球上数字是四。 杜灵飞也上前,取出了二球,余下的那两位外门弟子,也都分别取出,一个是一,一个是三。 都不用白小纯上前了,剩下的一个数字是五,算她轮空。 白小纯眼中露出惊喜,呵呵一笑,抱着膀子站在演舞台外,没有丝毫压力地看着杜灵飞四人,她原本都没打算继续比下去,可眼看自己什么都不用做,直接就进入前三。 运气,也是实力的一部分,白小纯内心得意,这种运气,让四周之人看向白小纯时神色更为古怪,不少外门弟子对她这里,很是不服气,尤其是那些被淘汰的参赛者,心底羡慕极度,极为复杂。 这家伙太无耻了,凭着法宝进入前五也就罢了,居然还能轮空直接进入前三。 耻辱啊,此人的出现,是这一次小比里最大的耻辱。 第32章运气逆天,不但是四周众人心底复杂,就连杜灵飞也都对白小纯的运气,有了极度,陈子昂等人一样如此,他们四人进入前五,每一战都有消耗,如果这一次是他们四人里拿到了轮空的资格,休息一番,对于后面的战斗,必定会有极大的优势。 村长老看了白小纯一眼,微微一笑没有在意,至于理清后,神色如常。 很快,在白小纯那副看热闹的模样下,杜灵飞四人开战了,杜灵飞的对手,出手带着灵力,显然是经常外出执行一些击杀凶兽的任务,剑拨血腥,且对于杜灵飞这里的举重若轻,也是忌惮,出手时全身不但防护,更是速度飞快。 二人这一战,四周人看得目不转睛,时而传出阵阵惊呼,被二人之间斗法的凶险心惊,指示。 在这惊呼里,有一个尖细的声音格外明显,带有一副引领众人节奏的气势。 啊,好剑,这一招天龙稍微好啊,不对啊,回头,快回头。 加油,白小纯看得很是投入,甚至还时而拍起了巴掌,他倒不是故意这样,而是真心觉得杜灵飞这一战非常不错,至于心态上,他早就没把自己当成是参赛者了。 那模样让孙长老都干咳几声,一旁的李清后面无表情,心底颇为无奈,毕竟白小纯真的完成了他的要求。 杜灵飞此刻交战劲敌,无暇分心,终于在这一战持续了约莫一炷香的时间后,杜灵飞尝试了三次举重若轻,这才取胜。 只是体内灵气已消耗大半,他相悍淋漓地下了演舞台后,正要调养时,又听到了白小纯惊呼的声音,想到了自己辛辛苦苦才可以进入前三,而对方却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与自己一样的成绩,心底委屈,恨不能将对方抱打一顿。 白小纯眨了眨眼,他早就发现这杜灵飞看自己不顺眼,此刻心底也很委屈,眼巴巴地看着对方,这模样,让杜灵飞险些没忍住要立刻出手。 陈子昂的那一战,相对来说就轻松了一些,虽然如此,也占了半炷香的时间,耗费了一些灵气,这才取胜。 对于白小纯这里,他心底一样是各种极度羡慕。 前三已出,你们三人都是外门,焦子,上前来选择下一轮排序,序列三号的小球,算作轮空,自动进入决战。 村长老干咳一声,说到焦子上顿了一下,右手挥舞,口袋再次出现。 这一次陈子昂还是第一个走了过去,取出一个小球,看到上面的数字是二后,他心底叹息一声,走到了一旁。 杜灵飞深吸口气,正要上前,忽然脚步停顿,冷眼看向白小纯。 你先来,他冷声开口,白小纯在一旁正看热闹,听到杜灵飞的话语,也没拒绝,直接上前右手伸入口袋内。 此刻杜灵飞冷眼看着白小纯,不但是他这里如此,四周的所有围观弟子,都纷纷看去。 就连孙长老与李清后也都这样,在这众目睽睽之下,白小纯有些害羞,他是真的不在乎拿出多少号,于是很随意地抓了一个小球,拿出来一看,自己也都愣了一下。 三号,那个,是你让我先拿的啊,白小纯咳嗽一声,看向身边的杜灵飞。 杜灵飞眼中露出胸盲,握紧了拳头,狠狠地盯着白小纯,胸脯强烈地起伏,只觉得有一口气在体内似要炸开。 陈子昂睁大了眼睛,整个人都呆了一下,他无法想象到底一个人有多么大的运气,居然,又轮空了,四周的围观弟子,此刻一个个看到白小纯手中的小球,再也压抑不住,顿时哗然起来。 居然又轮空了,他叫白小纯是吧,他,他到底什么运气啊,进轮空两次,这无耻的家伙,他什么也没干,居然进入了决战,这种人也能进入决赛,该死的,若我有这种运气,我也可以。 此周人哗然时,里面那些被淘汰的参赛者,更是极度到了极致。 村长老迟疑了一下,看向李清后,李清后心底常叹一声,对于白小纯这里的运气,他也是服了。 白小纯觉得四周气氛不对,尴尬的笑了笑,赶紧一溜烟的跑出演舞台,站在外门,一脸不好意思的神情。 哎,我原本是打算认输的,白小纯看了眼手中的小球,也觉得不可思议。 杜灵飞深吸口气,好伴赏才压下心底的各种酸楚,银牙一咬,看向陈子昂时,不得不定气宁神,陈子昂这里,他之前观察过,知道是个强悍的劲敌。 陈子昂苦笑,也深吸口气,认真的凝望杜灵飞。 二人对望树溪,瞬间其启动了,一时之间乒乓之声回荡四周,这一战可以说是比试以来,最为精彩的斗法,陈子昂更是爆发出了全部实力,尤其是他取出树莓种子,竟现场催化成为具备攻击力的灵质,那种运用草木的方式,让白小纯眼前一亮。 而杜灵飞这边,举重若亲之力操控飞剑呼啸而过,甚至久战之下,竟在此取出一把木剑,两把飞剑穿梭,形成绞杀的一幕,瞬间让这场斗法,到了巅峰。 二人都无法去保留杀手锏,也难以去控制灵气的消耗,争斗越来越距。 白小纯在台外看得心持荡漾,较好之声此起彼伏。 这一战,竞斗了小半个时辰,最终一声轰鸣,杜灵飞不惜废掉一把木剑,使得木剑碎裂,成为无数木间,凭借举重若亲的速度,直接封住陈子昂的所有方向,形成了绝杀,逼得陈子昂连连后退,体内灵气枯竭,长叹一声,选择了认输。 此周的外门弟子眼看着一战惨烈,纷纷目中露出敬佩,对于杜灵飞,以兜服气,即便是陈子昂,也因这一战崛起。 他虽然败了,可必定在之后的日子里,名气传出。 尊长老也颇为满意,尤其是对杜灵飞,甚至动了一丝收为弟子的心。 同样的,不管这小笔最后如何,白小纯的名字,也会被传出。 当陈子昂认输的声音回荡时,杜灵飞面色苍白,站在演舞台上摇摇欲坠,他的灵气一样快要枯竭,此刻深吸口气,取出丹药吞下,但也明白这是没用的,补不了多少,他如今需要的石盘西打坐数个时辰,毕竟他已连续斗法四次。 只是小笔的规则,不会给弟子这么多休息的时间,毕竟这只是小笔而已。 白小纯,你给我上来。 杜灵飞一咬牙,眼中露出凶芒,看向场外的白小纯,他想趁着此刻灵气还没彻底枯竭,直接解决了这该死的凭着运气居然与自己一样进入决战的白小纯。 杜灵飞话语一出,四周众人全部看向白小纯,一个个目光都露出幸灾乐祸之意, 在他们看来,即便是杜灵飞疲惫不堪,可要收拾这取巧胜出的白小纯,一样容易。 白小纯眨了眨眼,看着身体都有些站不稳的杜灵飞,他忽然觉得,似乎自己,可以拿第一了。 这一次,我白小纯终于可以扬名立万了,等我上去后,展开举重若轻,要让四周所有人都惊呼。 白小纯昂手挺胸,脑子里已出现了一会所有人吃惊的画面,于是迈着大步走上演舞台。 可就在白小纯上台的刹那,杜灵飞眼中寒芒一闪,右手猛地掐绝一指,顿时他身边的那把木剑,冲向白小纯。 灵力之意明显散出,使得四周瞬间有了冰寒之感,显然这是杜灵飞此刻全部灵气的全力一击,也就使得这一剑,威力超出寻常。 更为惊人的,适度灵飞身体也在这一瞬,猛地冲出,颈追上飞剑,一指按在剑柄后,他的身体几乎与飞剑要融在一起,不分彼此的成为一体,直奔白小纯。 轰的一声,飞剑速度顿时暴增,速度之快,净比方才与陈子昂动法时还要超出几分,掀起尖锐的呼啸,甚至似要破开风声,化作一道长红,刹那临近白小纯。 此周人也都全部心神震动,被这一剑吸引,纷纷惊呼。 一剑飞仙,杜师姐居然练成了这一世剑爵,尊长老双眼猛的一亮,李清厚也微微点头,他二人自然看出杜灵飞的实际上没有练成此爵,而是在如今这体内灵气由浸灯哭时,强行展开,凭着一口灵气,居然勉强发挥出此剑爵的威力。 孤注一致下,明悟了此剑爵之意,这杜灵飞不错,此女实际上更适合金风山。 李清厚目中露出赞赏,这一刻,此地所有外门弟子,全部心神震动,似乎眼前的所有景物都模糊了,只有杜灵飞与飞剑四融合在一起的身影,格外的清晰。 剑在呼啸,人随剑走,化作这惊人的一击,杜灵飞神色疲惫,可目中却露出锐利之盲,他非常有把握与信心,这一剑,必定胜出。 就在这时,在这把飞剑与杜灵飞临近白小纯的刹那,白小纯双眼一缩,全身轰的一声,玉佩也好,符咒也罢,全部爆发出来,形成了一层层防护,身体快速后退。 但这飞剑显然不是反品,竟直接穿入这片防护内,层层而过,虽速度急速骤减,也没有使得防护光幕崩溃,可还是将其彻底穿透,剑尖直接就刺在了白小纯的身上。 可却似乎没有了余力,在刺入白小纯身上时,如被卡住,随着白小纯的退后,那把剑随着他的身体摇晃,从破损的外衣内可以看出,里面赫然有一层层皮衣。 看到这一幕的四周众人,纷纷目瞪口呆,一个各道吸口气。 这,这白小纯,他身上居然还有防护,这家伙的多么怕死啊,至于吗,一个棕门小笔而已,不但防护法器,符咒,他身上竟还穿着皮甲。 杜琳飞面色苍白,眼看对方后退得如同一个被踩了尾巴的兔子,不但飞快,更是插着自己的飞剑,他咬牙掐绝一指,就要操控飞剑拽回。 可他灵气本就枯竭只剩下了一丝,此刻任凭他如何操控,那飞剑都是只颤抖,可却无法被拽出。 到了最后,杜琳飞急了,体内灵气再次运转时,还没等把飞剑拽回,嘴角就溢出了鲜血。 亮腔退后几步,站不稳身子,坐在了地上,面色煞白,体内灵气彻底干枯。 他心中生起无限的委屈,想着自己辛辛苦苦终于到了前二,可这白小纯轻轻松松,甚至灵气都没怎么消耗。 内心的不愤,化作了愤怒,咬牙盯着白小纯,如果眼神可以杀人,白小纯一定被他灭杀了无数次,如果他还有力气,他甚至都会上去咬白小纯一大口。 白小纯深吸口气,后退的速度极快,他也没想到这度灵飞居然还有这一招。 而且自己的防护居然被击穿,他奶奶的,好在我来的时候多了个心眼,在身上穿了七八件皮袄。 白小纯低头看了眼插在自己肩膀上的飞剑,这飞剑穿透防护后,力量已泻,又被七八件坚韧的皮衣阻挡,最后落在他的皮肤上时,力度以所生无几。 以他的不死皮,甚至连蚊虫钉了一下的感觉都没有。 白小纯心有余悸,看了眼插在肩膀上的飞剑,一把将这剑拽了下来,瞄了眼气喘吁吁坐在那里死死盯着自己的杜灵飞。 师姐,乱扔宝气势不对的,这把剑,你不要了啊。 你既然不要了,那我就要了啊。 白小纯美滋滋地把手里的飞剑扔在了储物袋,随后取出小木剑,正准备展开自己的举重若轻,好让所有人惊呼。 你,杜灵飞眼看自己的飞剑被白小纯拿走,眼睛都红了,整个人要发狂,怒急攻心,竟生生地被气晕了过去。 这已是此番小笔,被白小纯气晕的第二个人了。 咦,怎么又晕了?白小纯看着晕倒的杜灵飞,拿着小木剑颇为无奈。 第三十三章打倒白小纯,四周的外门弟子,还有那些被淘汰的参赛者,一个个顿时都同仇敌愕,向着白小纯发出大吼。 无耻,白小纯你太无耻了,如此取胜,我等不服。 打倒白小纯,眼看众人声音激烈,白小纯听得心惊肉跳,按到这个时候就算施展举重若轻,也平息不了众人的怒火,估计还会有反效果,让人觉得自己更无耻。 于是赶紧看向孙长老,孙长老,我是第一啊,你快宣布啊。 孙长老苦笑,一旁的李清后长叹一声,他怎么也没想到,让白小纯来参加这次小笔,居然会是这么一个结果。 哦,也罢,此番小笔,白小纯,第一。 孙长老苦笑摇头,话语传出时,四周人纷纷怒视白小纯。 白小纯觉得自己虽然很厉害,可这么多人。 他被看得心中发毛,正要走下演舞台,赶紧离开这危险的地方时,杜灵飞那边被人救醒,他呼吸急促,死死地盯着白小纯,猛地咬牙切齿地尖声开口。 白小纯,此番小笔,我杜灵飞不服。 你既成为第一,那么这个第一我杜灵飞给你,可我对你个人不服,你敢不敢与我再比一次。 白小纯呵呵一笑,脚步不停,心想自己有毛病才会去和这封女人再比一次,万一对方又晕了怎么办。 我不与你比斗法,我等都是外门弟子,也是湘云山的要同,我与你比草木造诣。 杜灵飞盯着白小纯,一字一字地说道,声音里带着决心。 你若赢了,那把轻松剑,你可以带走,否则的话,今日之事,我杜灵飞日后与你没完。 白小纯脚步一顿,听到比草木造诣,转头看向杜灵飞,迟疑了一下。 白小纯,你若能在草木造诣上赢我,这根凌云香,你也可以拿走。 杜灵飞一看白小纯停下,看出白小纯迟疑,眼中露出恨意,甚至有种要虐杀白小纯的冲动,担心对方不敢比,于是直接从储物带内取出一根青紫色的香。 此香刚一被取出,立刻有阵阵灵气散开,四周的那些外门弟子,看到这灵云香后,纷纷目中露出羡慕。 一阶灵药,灵云香,这是一阶灵药离很不错的了,价值不菲,对于宁气七层以下有奇效。 这应该是杜灵飞花费了不少的代价,为了突破宁气五层准备的,杜诗节草木造诣在万药阁前三座石碑,都是名列前二十的人物,这白小纯书定了。 白小纯也立刻认出这灵云香,此要在草木第三篇上讲解一株灵云草石,曾介绍过功效,顿时心动了,尤其是听到四周人说对方在万药阁石碑是前二十,他不由得眼睛一亮。 你,你真的是草木石碑前二十,白小纯想要确定一番,退后几步问道,你到底比不比,杜灵飞咬牙说道,可我只学了草木前三篇,白小纯迟疑道。 就和你比前三篇,你敢不敢,杜灵飞觉得自己要炸了,怒吼,比,我比还不行吗?白小纯一听这话,哭丧着脸回答,可心底嘟了开花了,觉得眼前这妹子,真是傻乎乎的。 众人一听白小纯的话,立刻起哄,杜灵飞也是深吸口气,此刻体内灵气虽没有恢复多少,但体力却恢复了一些,狠狠地瞪了一眼白小纯后,他上前几步,向着孙长老抱拳一拜。 弟子杜灵飞,请长老见证我与白小纯此番草木之战。 孙长老对于眼前这杜灵飞,越看越觉得不错,文言摸了摸胡须后,含笑开口。 也好,今日老夫就在这里做个见证,既然是比草木造诣,不如长座来出题如何。 孙长老看向李清后,李清后文言,深深地望了一眼白小纯,然后也点了点头。 如此一来,四周弟子立刻振奋,就连杜灵飞也都激动,向着李清后再次一拜。 这种不用打打杀杀,还能出风头的鄙视,白小纯最喜欢了,此刻站在那里,他也不再哭丧着脸,而是抬起下巴,一副傲然如天骄的模样,看得四周众人更是不顺眼,杜灵飞也都对他冷哼一声。 草木知道,变化莫测,虽然只是前三篇的内容,可依然存在了诸多变数,今日我出两道题,看你们谁能胜出。 李清后淡淡开口,目光扫过白小纯与杜灵飞,右手抬起在储物带上一拍,手中已多出了两枚种子。 我手中是两枚花种,以灵气催化,配合你们的草木造诣,出灵花最多者,算第一轮胜出。 李清后右手一甩,这两枚种子分别飞向白小纯与杜灵飞。杜灵飞一把接住,正迟一时,李清后弹出一枚丹药,直奔杜灵飞,被他拿住后已愣。 此单可让你修为倾刻恢复,李清后的声音平静传来,杜灵飞立刻惊喜,感谢之后连忙吞下,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,他全身一震,双目内露出灵动之芒,体内修为在这一瞬,全部恢复。 白小纯在一旁看到这一幕,心底有些不愤,可却不敢说些什么,看了眼手心内的灵种,没有立刻催化,而是拿在眼前仔细地辨认。 你若认不出来,我可以直接告诉你,这是蓝灵花的种子。 杜灵飞轻蔑地看了白小纯一眼,不再理会,双目闭合,体内灵气默然运转,融入手中,直奔种子一丝丝地涌入。 很快的,他手心内的种子发出翠绿的芽,飞快地成长,不多时就到了一尺的高度,开出了一朵蓝色的灵花后,这灵植又继续生长起来。 到了这个时候,白小纯才收回看向种子的目光,若有所思。 李清后一直在观察白小纯,看到这一幕后,他的目中深处,露出一抹外人难以察觉的惊讶。 在白小纯这沉思的过程中,四周的外门弟子一个个都看着杜灵飞,看到他手中的灵植,在这一刻尝到了二尺的高度,开出了第二朵花。 当杜灵飞手中的灵植,开出第三朵花时,白小纯体内灵气动了,直奔种子涌入,并非是维持平稳,而是时段时序,甚至在种子发芽后,他还吹出一口气,将那几片芽吹散。 时间流逝,一注香后,杜灵飞面色微微苍白,可却狠狠一咬牙,一口气将手中的灵植,直接开出了六朵兰花后,这才松了口气,将灵植放在一旁,向着李清后一拜。 灵花六朵,可算佳品,不错,李清后点了点头,杜灵飞心中满意,看向白小纯时,发现对方手中的灵植还不到一尺,目中的轻蔑更多。 四周的那些外门弟子,此刻一个个都振奋。 不愧是杜师姐,这兰灵花开六朵,非同寻常,那白小纯此刻一朵花都没出,真是废物。 这种催化的比试,首先是观察什么种子,然后则是按照不同种子的生长规律去催化,杜师姐在这方面,已登堂入室了。 众人正说着时,白小纯手中的灵植,渐渐到了一尺的高度,紧接着,一朵有些干瘪的蓝色小花开出,与杜灵飞的兰花比较,似乎营养不良的样子。 就在众人想要嘲笑时,突然的,明明是一尺高度,可却有第二朵蓝色小花绽放,紧接着第三朵,第四朵,第五朵,第六朵,第七朵。 短短的几个呼吸的时间,白小纯手中的灵植,竟出现了整整九朵。 这一幕,让四周众人全部大吃一惊,纷纷不可思议地仔细看去。 蓝菱花一尺一花,怎么可能一尺九花?杜灵飞也愣了一下,觉得此事匪夷所思,可这一切还没有结束,就在这九朵蓝色的小花出现后,白小纯双眼一闪,深吸口气,猛地吐出,这一口气蕴含了灵溪。 落在这九朵小花上,眨眼间,这九朵花齐齐一颤,颜色居然肉眼可见地改变,直接成为了青色。 金出于蓝而胜于蓝,这,这不是蓝菱花,此周众人里,顿时有人认出,睁大了眼,带着震撼。 青菱花,这是与蓝菱花在种子时,几乎难以被辨认出不同的青菱花,解它们的催化方式完全不同,如果按照蓝菱花去催化,那么出现的就是蓝菱花,浪费了花种。 众人全部吃惊,看向白小纯时,都难以置信。 白小纯此刻睁开眼,把手中的青菱花放在一旁,呵呵一笑,背着小手,看着杜菱菲。 她对于草木的造诣,已失到了一种无法形容的程度,仔细一看,就立刻看出了不同,这种程度的辨认,对她而言简单得很。 杜菱菲脸色变化,有种被人一巴掌打在脸上的感觉,身体退后几步,看了眼自己的蓝菱花,又看了眼白小纯的青菱花,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,自己方才还去高傲地指点对方,可转眼间,一切证明,是自己浪费了花种。 这白小纯一定是运气好,我看的是蓝菱,而她看的是青菱,定是这个缘故,不是她能辨认出来。 杜菱菲咬牙按道,第一轮,白小纯胜出,这花种的确不是蓝菱,而是青菱,看似一样,但纹路有些许不同,只是若不入微,很难发现,容易混淆。 李清后淡淡开口,看了眼白小纯,右手抬起一挥,手中出现了一株菱草。 这灵草很特殊,居然有四种颜色,九片叶子各个不同,开出两朵花,一个黑,一个白,似乎具备灵性,竟相互摇晃不断地撞击,仿佛要将对方压制,外表浑然一体,可仔细去看,能发现一些后天价接出的痕迹。 第一轮考的是催化,那么这第二轮,就主考辨认吧,我手中这株林植,由多种林草嫁接出来,你们说出正确数量最多者,胜出。 李清后将这株林草漂浮在了前方,目光落在白小纯身上,想要看看这个被自己带入宗门的孩子,是否能继续让自己吃惊。 杜林飞银牙一咬,他觉得自己之前是疏忽了,此刻前所未有的认真,拿出一枚预检后,走到林草身边。 白小纯目中露出感兴趣之意,也走了过去,二人仔细地看了很久,不时在预检上纪录,片刻后,杜林飞揉了揉眉心,退后几步,面色阴晴不定地望着白小纯,他看出了八种,其他的认凭他如何去辨认,也认不出来。 可白小纯那里,不但没有结束观察,反而双眼渐渐冒光,甚至滋滋有声,绕着林草转了好几圈,时而还惊呼一声,仿佛发现了什么惊喜。 还可以这样,这事,有意思,四周众人寂静,都看着白小纯,他们也不相信白小纯之前视频本事认出,大都觉得白小纯是运气好,直接当成清零花去催化了。 装,你继续装,杜林飞心底不服,越看白小纯越觉得厌恶。 时间流逝,一注香后,白小纯依旧没有结束,他是真的彻底投入了,都忘记了还在比试。 但是,这种嫁接触的林草,仿佛打开了白小纯脑海里对于草木造诣的另一扇大门,使得他所掌握的那数万种药草,仿佛不再是一个个单独的存在,而是与脑海中融合在了一起。 取久,白小纯才恋恋不舍地退后,望着林草时,目中目出痴迷与赞叹。 李清后与孙长老二人对望一眼,李清后忽然开口。 好了,现在你们二人,说出所认出的林草八,杜林飞,你先来。 杜林飞一咬牙,取出欲剪,当先开口,弟子只看出了八种,分别是水天文,含义根,地龙果,陈雾草。 最后则是黄土经,说完,杜林飞看向白小纯,他不信白小纯能超越自己,要知道八种虽看似不多。 可实际上在近乎完美嫁接的药草上辨认,难度极大,能认出八种已绝对不少。 哼,若这白小纯也无耻地说是八种,那么玉剪可以为证。 杜林飞冷笑暗道,白小纯咳嗽一声,眼看众人都望着自己,于是小秀一甩,拿出方才记录林草的玉剪。 杜师姐的八种就不说了,除此之外,弟子看出了67种药草,可惜其中有31种不认识, 能认出的只有36种。白小纯刚说到这里,还没等说完,四周弟子全部惊呼失声。 67种,这怎么可能?这种辨认,能认出七八种已是极限,怎么可能会认出数十种之多? 杜林飞盯着白小纯冷笑,他才不信对方所说,此刻断定这白小纯要去瞎蒙了。 白师弟何不说是有三万种,这样的话,你将草木前三篇都被移变,一定能蒙对不少。 杜林飞讥讽道,第34章草木碾压。 杜林飞的话语,让四周观望的外门弟子,立刻哄笑,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白小纯在这草木造诣上可以比得过杜林飞。 尤其是白小纯最后说出的话,在他们听来,根本就是不可能的,这分明就是在瞎蒙一样。 若这白小纯真的看出,那么他的草木造诣,在前三篇里,足以与周新奇诗节比较了,这怎么可能? 此人故弄玄虚,真是让人厌烦,这一次定要将他揭穿。 眼看四周众人嘲笑不断,白小纯站在那里,皱起了眉头。 你们说完了没有,他的神色渐渐冰冷下来,他是真的生气了,若是打斗的话,他不会如此, 可对于一个立志成为伟大钥匙的人来说,在草木这方面的质疑,让他觉得这是一种羞辱。 你们可以质疑我的运气好,可以质疑我的法宝多,但在这草木之道上,不要以你们浅薄的见识,去看这整个天地。 他声音传出,神色严肃后,瘦小的身体竟不知觉地给人一种挺拔山峰之感, 他冰冷的神情,更是让此地那些外门弟子,在嘲笑中纷纷已愣。 就连杜灵妃也都挣了一下,此刻的白小纯,与之前的样子相差太大,仿佛换了一个人。 这朱灵直,姑且称呼他为黑白花疤,里面有金银根,天黄叶,水螺草,九地果,螺纹肉,边云花,循风金,寒阳果,白小纯冷哼一声,袖子一甩。 此刻的他不再是如之前般给人一种乖巧但又可恨的模样,他被着手,冷眼望着四周众人,慢慢地似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气势,竟在他的身上出现。 随着他话语的传出,他身上的气势越来越强,四周众人一个个都神色诧异。 尤其是杜灵妃,眉头紧锁,仔细地看着灵直,白小纯所说的那些药草,他都知道,全部都是草木前三篇所记录的,可偏偏他无法在这灵直上看出丝毫。 看来你是真的要把草木前三篇都背一遍,这样你的确蒙中的比我多,你若真能一个不胜地背下来,那么你赢这一场,我也认了。 杜灵妃冷哼一声,他依旧还是不相信白小纯是真的辨认出来。 没错,你若有本事,把草木前三篇都背一遍,自然就是你赢了。 故弄玄虚,什么浅薄的见识,什么观看天地,我看你才是浅薄,认不出就直接承认,在那里装神弄鬼,让人瞧不起。 此周众人也都冷笑讥讽,白小纯冷眼看向杜灵妃,又看了看众人,忽然笑了,收回目光,他淡淡开口。 白草根,三十年成白草,取其经脉烘焙,甜入灵水,嫁接在天荒叶上,可成此地斑点。 白小纯右手一指,一股指缝落在了灵直上,露出了一片叶子下的一个细微的斑点。 天荒叶,维酒叶融在一起,化作一叶,吞噬白灼花而成长,它在这里。 白灼花,百年以下不成花,百年花开一瞬间,百心内立刻嫁接四叶餐上,便可滋养天荒叶,这朵白色的花,就是白灼。 四叶餐,用灵火温烤,使其叶枯萎,精华融入餐体,可促进平被子的发育,融合归一。 还有平被子,白小纯声音平静,每一句说出,都会指缝一扫。 在那灵直上找出嫁接的痕迹,说得非常仔细,甚至连方法都说了出来,四周众人开始还都是带着嘲讽的神情,可渐渐嘲讽不见了,一个个面色纷纷变化,随后呼吸急促,陆续的大变,到了最后四周每一个外门弟子,竟都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。 尤其是更有几人,直接骇然失声,这不可能,天啊,怎会如此?白小纯每一句话回荡,都如同无形的巴掌,直接轰在这些人的身上,此地众人都是要同,之前他们看不出灵直上的秘密,可眼下在白小纯如此详细的介绍中,他们全部都立刻认了出来。 白小纯所说,竟丝毫没错,完全正确,他赫然是一个人,去打了此地所有外门弟子的巴掌。 这白小纯他的草木造诣,居然,到了如此惊人的程度,那些外门弟子心神早已轰鸣,之前的嘲讽,此刻成为了脸上火辣辣的刺痛。 更是让他们骇然的,是白小纯这种介绍的方法,分明就是逆向推演,从一株嫁接好的灵直上,直接推出嫁接之法。 这种逆向推演需要一个人在草木上的造诣,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才可以做到。 这,这是逆向推演,他,他对草木的了解,进到了这种程度,身为药童,去推演长座培育出的灵直,这,这,孙长老也都睁大了眼,带着不可思议。 李清后目中露出强烈的光芒,这一刻的白小纯,让他也觉得难以置信。 杜灵飞面色瞬间苍白,身体亮呛的退后,以他的草木造诣,一听白小纯的话,就立刻鸣雾,甚至好多次都有恍惚之感,这种感觉,让他难看到了极致。 此刻的白小纯,他没有动用任何术法,可凭着他口中说出的话,凭着他对草木的了解,那一句句话如同神通法宝,让杜灵飞这里根本就招架不住,只觉得脑海轰鸣,如有天雷炸开,连连退后,面色越发苍白。 火伴下,九颜天,使此灵珠暴晒天地间而不死,融入伴下果,生出黑头花。 这是我能看出的,最后一株灵草。 伴住香后,白小纯说完最后一句,他目光如电,扫了一圈众人后,看向杜灵飞。 杜师姐,诸位同门,草木之道博大精深,没有绝对,否则的话,你们的草木造诣,也就仅止于此了,你们既然要求我把草木前三篇全部背一遍,此事有何难度? 白小纯抬起下巴,袖子一甩,竟站在那里一个个背诵起来。 林冬竹,地龙果,水墨根,他朗朗开口,神色淡然,随着不断的背诵,四周相对寂静,唯有白小纯的声音回荡。 仿佛之前一巴掌打了所有人后,又抡起了手掌,再次擅出了第二巴掌。 渐渐听的四周人即便无脸见人,也都忍不住吸气之声再次传出,甚至立刻有人拿出草木欲剪,去对照起来,慢慢的那些对照之人,一个个都身体颤抖,眼中骇然更为强烈。 杜灵飞的面色越发苍白,身体再次后退,看向白小纯实,如同见了鬼一样。 他之前是计讽之下才那么说,实际上他还从没见过有人可以把三万种药草,全部这般的背诵出来,这种事情在他看来是不可思议的,若真的有人能做到,那么此人的草木造诣,已经是逆天了。 时间流逝,白小纯背诵的飞快,近一口气背诵了一个时辰,这一个时辰对于此地众人来说,根本就不知是如何度过的,他们几乎全部都拿出了预检去对照。 直至一个时辰后,当白小纯说完最后一株药草时,此地众人在死一般的寂静后,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哗然之声,甚至传遍四周,让不少广场外的外门弟子,都隐隐听到。 天啊,一个没错,全部正确,这,居然还有这种事,整整三万药草,这白小纯的草木造诣,竟然到了如此惊天的程度,他,他在草木石碑的排名是多少,杜灵飞在草木造诣上与白小纯去比较,这根本就是以卵击石。 在这四周众人彻底轰鸣中,杜灵飞望着白小纯,心中生起无限的苦涩,即便是之前的打斗,他都没有过如此,可眼下,在这草木造诣上,可以说是被完完全全的碾压。 他怎么也没想到,眼前这个运气好,法宝多的白小纯,竟在草木造诣上,到了一个自己仰望都看不清的程度。 这种打击,让他惨笑一声,扔出凌云香,转身赶紧离去,在这里每多停留一息,他都觉得难堪。 杜灵飞一离去,四周的外门弟子也都纷纷尴尬,大都向着白小纯摇摇抱拳,赶紧离去,可以想象,他们此刻心中的震撼,将持续好久。 很快的,这炎武场上,弟子都走得差不多了,就剩下白小纯站在那里,他甘咳一声,觉得自己之前似乎,有些把事情搞大了,赶紧捡起凌云香,回头小心翼翼地望了李清后一眼。 弟子,牵走了,白小纯说着,连忙退后,一溜烟地跑没影了。 炎武场上,孙长老望着白小纯的背影,目中残留着震撼。 长座,慈子,不凡,尊长老轻声开口,李清后扬天大笑,笑声中带着开怀,大秀一甩,走向山顶。 第35章又见徐宝才,半个月后,宗门小笔中,白小纯最终缅鸦度凌飞的事情,已经被那些弟子传了出去,在这宗门内掀起了一波不小的轰动。 以至于每次白小纯外出,都有外门弟子遇到后含笑打招呼,这让白小纯立刻觉得自己也算一个名人了,于是很喜欢外出,每次遇到外门弟子,都主动上前攀谈,然后等待对方问自己是谁时,忍着得意说出自己的名字。 这种悠闲的生活,让白小纯很是愉悦,杜灵飞的那个丹药,也被他练零三次后吞了下去,胸围顺利地突破了宁气五层的大圆满,到了宁气六层。 举重若轻之法,也在白小纯的练习下,越发的精髓,甚至他已经开始研究紫棋域鼎公的第二个境界,举轻若重。 看起来似乎不难,可实际上白小纯尝试了好久,也始终不得入门。 这一日,他正盘膝坐在院子里,练习举轻若重时,神色围动,收起木剑,抬头看向院子外,不多时,有敲门声传来。 白师兄在不在,门外传来一个白小纯有些耳熟的声音,他微微诧异,他的这院子,平日里很少有人来,此刻右手抬起一只院子的门,大门嘎吱一声自行打开,露出了门外一个甘瘦的青年。 这青年穿着外门弟子的衣衫,在门开的一刻,神色肃然,向着院子抱拳深深一拜。 许宝才,拜见白师兄,是你,白小纯一正,门外之人,正是当初在火灶房时,与白小纯之间有过争斗的许宝才。 这许宝才也到了宁气三层,眼下成为了外门弟子。 怎么,成为了外门弟子,还不服气,要与我再打一次。 白小纯一扫,就看出对方宁气三层的胸围,顿时放下心来,神色摆出严肃的模样。 许宝才闻言连忙摇头,脸上露出苦笑,向着白小纯再次一拜。 以前不懂事,白师兄别嘲讽我了,此番许某是来向白师兄赔罪,化解当年的事。 许宝才神色带着真诚,他是真的想要来化解,毕竟如今也都成为了外门弟子,对于曾经的事情,已经看得不那么重了。 最重要的是如今白小纯在香云山,也算有名气之人,而许宝才也选择了香云山成为外门弟子,自然不愿因为以前的事情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 这才到来。 白小纯眨了眨眼,想起当初,不由得想到了火灶房,此刻这许宝才也算是故人了,于是起身邀请许宝才进入院子,二人坐在一起,感慨一番。 说起来,我当时不理解你为啥写了那么多血色的沙字,后来虽然理解了,可还是好奇,你用血写那么多字,你真的不痛吗? 白小纯问了一句,他始终难以忘记对方的那份血沙的战书。 许宝才脸都红了,他如今回想当初,也觉得匪夷所思,尴尬地避开话题。 白师兄,你要小心监视房的那些人,我之前听人说过,当初被你推上山的陈飞等人,始终对你怀恨在心。 陈飞,白小纯立刻警惕,脑海里浮现出监视房的那位虎辈雄妖的大汉。 他现在什么修为?白小纯凝重地问道,听说已是宁气四层大圆满,许宝才连忙开口,他告诉白小纯这些,也是为了已是清白,化解恩怨。 白小纯一听才宁气四层,顿时放下心来,摆出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。 许宝才也没继续多说,而是与白小纯谈了谈宗门,渐渐的白小纯发现这许宝才居然知道的比自己还多,仿佛这灵溪宗难案,大事小情,都了如指掌,甚至一些隐秘的事情,也都津津乐道,尤其是对于一些弟子间的八卦,更是说起石活灵活现,仿佛亲眼看到一样。 白师兄,说起我灵溪宗,有五大美女,这五大美女任何一个,都是角色容颜,我被修饰,若能得已就可此生无憾。 白小纯听得很感兴趣,催促许宝才多说几句。 许宝才眼看白小纯喜欢听,而他这里也的确喜欢打探消息,于是眉飞色舞的说了起来。 这五大美女,单纯从相貌上来讲,已经是平分秋色,不相伯仲了,不过地位上有不同,还在第一的,是紫鼎山的许魏湘许师姑,那真是博色天香,绝世妖娆。 对了,他还是张大胖的师尊,啊,白小纯这次真的震惊了,他听张大胖说过几次自己的师尊,每次都是一口一个老妖婆,尤其是白小纯想到当初去看张大胖时,对方之所以变瘦,是因为那个老妖婆不喜欢胖子。 讲到这里,白小纯不由得产生了一些奇怪的联想,干咳一声,赶紧收了思绪,觉得这么想下去,太危险了。 我乡云山上,也有两位,分别是周新奇周师姐,还有杜灵妃杜师姐。去宝财侃而谈,说起周新奇后,又引出了天骄。 白师兄你应该知道,我灵溪宗南岸,有三大天骄,其一是我乡云山的周新奇,还有一个是紫鼎山的吕天磊,最后一个,则是清风山的上官天佑,说起这三人,那都是绝世之才,去宝财双眼露出羡慕之意,这么厉害,不也还是外门吗,和我一样。 白小纯嘴巴一撇,上官天佑与吕天磊他不了解,不过周新奇这里,他还是有过接触的,口袋里的玉佩,就是周新奇给的。 去宝财咳嗽一声,心底鄙夷,可不敢去贬低白小纯,于是苦笑开口。 白师兄,这三人若不是阴门规规定,任何弟子都需从外门做起,他们早就是内门了,不过虽然如此,可他们三位在各自的山中, 都是外门当之无愧的第一,就连内门弟子也都对他们忌惮,因为这三人只要修为达道,成为内门,就必定是翘楚。 而对他们来说,内门只是跳板,他们的目标是成为我灵溪宗的传承弟子。 白小纯还有些不服气,其中周新奇是草木灵脉,日后必定传承李长做一波,成为我灵溪宗命一位要师,而那里天磊,此人少时佳贫,枯瘦如柴,可却具备罕见的雷灵脉,在此顶山上修行雷道竖法,掌门都亲口说过,此此日后不俗。 啊,白小纯惊讶,他此刻不是刚刚修行之人,对于修真界了解不少,听到雷灵脉这三个字,他都觉得有些吃味了,这种灵脉,可让人数法威力暴增,且修行极少有阻碍瓶颈。 还有那位上官天佑,更是了不得,此人具备剑灵之身,甚至有传闻他是某个剑修大能转世之体,因某种原因,苍天愧疚,故而一生福则无数,三岁走路就可捡到上古残剑,七岁天空落下一头赤云兽的幼崽认他为主,十三岁得到金光护体,故而名为天佑,他的出现,都轰动了宗门的太上长老。 去宝才看到白小纯终于出现了正常人知道这些事的表情后,才说出了第三个人,苍天愧疚,三岁,这什么运气啊,什么,还是转世大能,白小纯睁大了眼,倒吸口气,神色露出愤愤之意,心底打定主意,绝不去招惹这老天都愧疚的上官天佑。 这三人,都是必定能铸鸡的,白师兄,我被修士,杂役成为外门,都说是愉悦龙门,可实际上,名气突破踏入铸鸡,才是真正的愉悦龙门,从此生命层次都不同,如同褪去繁俗,走上真正鲜路,寿源一下子增加一百年。 许宝采眼看白小纯越发吃惊,心底满足,可说起住击,却轻叹一声。 他这里还在叹息,白小纯这边在听到了增加一百年寿源后,双眼瞬间露出这小半辈子,从来没有过的强烈光芒,甚至身体都多缩了一下,双眼通红,只觉得脑海嗡鸣不断,一把抓住许宝采的手臂。 你刚才说,住击之后,可以增加一百年寿源。 许宝采一愣,看到白小纯此刻双眼都是血丝,有些恐惧,连忙点头。 白小纯呼吸刹那就急促起来,整个人立刻在这院子里走来走去,双手挥舞似在抓着什么,眼中冒光,一副风魔的样子,口中喃喃低语,更时而传出圣人的笑声。 许宝采更恐惧了,不知道白小纯这里怎么了,只觉得背后凉松松的,赶紧起身告辞,白小纯没有去理会,整个人一如魔症一样。 许宝采深吸口气,觉得白小纯的模样更可怕了,于是快速地离开。 一住香后,白小纯披头散发,在这院子里猛地停顿,长长地呼出一口气,仰天大笑。 一百年啊,筑基,我一定要筑基,第36章小乌龟称霸,白小纯对于筑基的渴望,被徐宝采的话掀起后,在之后的几天,他陆续地去了藏经格好多次,甚至还去了神武殿。 神武殿内,专门讲述了修真界内很多的常识,对于筑基也有较为详细的描述,当看到里面所写,的确与徐宝采所说的差不多后,白小纯顿时然了。 他觉得,只要能筑基,那么自己的长生之路,将会迈出一大步。 尤其是当他了解到,筑基居然有三种方式,且增加的寿缘都不一样后,更为激动,随着他不断的钻研,数日后,他终于对于筑基,有了清晰的明误。 天地人,三种筑基,人道筑基,需服用筑基单,几率不大,若能成功,顿增百年寿元。 地道筑基,融入地脉之气,成就今天之力,几率更小,可一旦成功,增加二百年寿元。 最后就是传说中的,天道筑基,罕见至极,可遇不可求,但一旦有此基元筑基成功,则增五百年寿元。 白小纯仔细地研究,觉得天道筑基缥缈不可求,而地道筑基需要在特定的地方才会有地脉之气。 那么摆在他面前最简单的,就是人道筑基,此法需要筑基单。 我现在就要对未来规划了,需要做完全的准备,稳妥打算,筑基单必须要有,白小纯深吸口气,放下预解,目中露出光芒。 筑基单价值昂贵,而且为了以防万一,我需要多准备一些筑基单,那么,最好的方法,自然就是自己能炼制,白小纯眼中光芒一闪, 他本就是立志要成为炼制出长生不老丹的伟大药师,此刻对于自己的这份理想,更为执着。 药童,药图,药师,我现在就是药童,想要成为药图,去真正炼丹,需要去晋升考核。 考核需要至少掌握草木五篇,可这样不稳妥,我要把零售五篇也都了如指掌,就稳妥了。 白小纯眼中露出坚定,拿出草木第三篇的预解,仔细地看了一遍后,确定都牢牢记住,立刻起身冲了出去。 但很快就又跑了回来,在院子里沉思片刻,拿出不少衣物,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,这才放下心来,快速走出。 那些周新奇的侵慕者太可怕了,对外传出声音,要将我大谢八块。 害得我不得不低调,白小纯内心不愤,哼,等我以后注击了,一定要万众瞩目下,告诉所有人,我白小纯就是龟爷,到时候看谁敢来谢我。 白小纯衡量了一下那些自己与周新奇的那些侵慕者之间的差距,发下誓言。 万药阁,一向都是人山人海,不但湘云山的外门弟子在这里,清风山于子顶山中,对于草木志士有所渴求的弟子,也会来到这里。 此刻白小纯钻入人群内,趁着四周人为注意,走进了草木第三篇石碑下的木屋中,片刻后他推开门,快走几步融入人群内。 有心立刻离去,可还是忍不住翘首等待,没多久,惊呼之声传出,此地所有人都看到了草木第三篇的石碑上,一个小乌龟的图案,齐在宝瓶上面。 白小纯暗自得意,没忍住,在众人惊呼时,也摆出差一吃惊的模样,跟着吼了几声,可很快周兴奇的那些轻木者就出现了,一个个凶神恶煞的样子,让白小纯这里握紧了拳头。 就是这些人,害得我必须如此低调,白小纯愤愤地瞪了那些人一眼,转身赶紧离去。 之后的日子里,有关小乌龟在线的消息,传遍香云山的外门,人人议论,毕竟这一年来,小乌龟的图案,在那石碑上很是显眼。 可就在这一论刚刚消散,一个月后的一天,万耀阁的弟子突然看到,第四座石碑上,小乌龟居然又一次出现了,依旧是其在宝瓶上面,成为了第一。 哗然顿起,就快要超越周星奇师姐,这小乌龟已是四碑第一。 他是四碑,周星奇师姐是五碑,这小乌龟到底是谁?人群内的白小纯,尖叫起来,心底暗自舒爽,眼看周星奇的那些倾慕者发狂而来,他干咳一声,带着不愤,低头隐藏。 驻日后,周星奇出现在了万耀阁,望着那四座石碑,他的神色露出凝重,走入第十座石碑内,出来时,第十座石碑的第一,已被他占据。 到了这个时候,香云山的所有外门弟子,都在关注万耀阁了,周星奇六碑,小乌龟四碑。 他们都在猜测,那小乌龟是否下个月会再次出现,拿下第五碑,与周星奇并驾齐驱。 甚至这些外门弟子都开始了下注,去读小乌龟能不能五碑第一,即便是香云山的那些长老,也都留意此事。 白小淳也发了很近,每拿下一个第一,换取了御检后,他都没日没夜地去研究,再加上他恨那些周星奇的倾慕者。 所以每个月去万耀阁拿下第一后,都会在人群里尖叫一番,抒发自己对小乌龟的崇拜之意。 渐渐地,他在人群内都认识了不少一样对小乌龟崇拜之人,当然这里面也有他的功劳,他几乎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去宣传小乌龟的机会。 如侯小妹那里,此刻对于小乌龟已是崇拜到了极致。 终于在一个月后,风和日丽的一天,第五座石碑的宝瓶,漠然一闪,净落下了一位,在宝瓶的上面,那只小乌再次出现。 这一刻,香云山的外门弟子轰动,无数人敢来观望,甚至彼此之间在之后的日子里,所谈论的也大都是这小乌龟。 这小乌龟必定是草木造诣到了无法形容的程度,才可以如此惊人。 厉害,这小乌龟与周师姐不相伯仲,人群内,也不是没有人猜测对方是白小纯。 甚至周星齐的那些倾慕者,在发狂之下,一切可疑的目标都不放过,自然也对白小纯这里重点关注。 白小纯心底更为不愤,为了喜趣嫌疑,只能哀声叹气的故作姿态,当着所有人的面,取了一趟第四十杯,在里面发呆片刻,发誓以后一定要让那些人好看,这才走出。 多次之后,渐渐那些倾慕者又将怀疑的目标落向了其他人,毕竟这种事情,没有证据,真的很难找出答案。 可狠言却数次放出,告诉所有人,这一次若找到那小乌龟,不是大卸八块的问题了,是准备大卸八十块。 白小纯知道后,想了一下自己被卸成八十块的样子,多说了一下,可咬了咬牙,很劲又上来了。 你们不是不高兴吗?你们越不高兴,我就越是要这个第一。 白小纯咬牙,与对方隔空,直接以这种方式干了起来。 一个月后,第六座石碑,小乌龟第一,又一个月,第七座石碑,小乌龟再次第一。 七碑全部第一的瞬间,整个万要隔四周,爆发出了强烈的欢呼之声。 七碑第一,小乌龟加油,开创一个周师姐都没有达到的石碑第一。 哈哈,我看好这只小乌龟,它一定能成。 在这无数人欢呼时,四周有十多个青年,面色阴沉,尤其是里面有几个内门弟子,更是目光阴冷,其中一人,脸上有不少麻子,穿着内门弟子的长衫,他的目光最是凌厉。 诸位师弟,若有人知晓这小乌龟是谁,道知钱某,钱某承诺一个人情。 这马脸青年,忽然开口,声音带着某种震动,一下子把所有人都压了下去。 不少人立刻看向这马脸青年,认出了他的身份,连忙避开眼神,可还有不少,虽露出愤怒,只是却不敢多言。 是加入执法堂的内门弟子钱大金,钱师兄,听说此人对周师姐以及杜林飞,都在追求,白小淳也在人群内,目睹这一幕后,与身边人一起,一脸一份甜音的怒视那位马脸青年,直至回到了院子,白小淳一想起对方,就心中来气。 反正你也找不到我,我偏偏要和你斗一斗。 白小淳抬起下巴,灵兽五篇,她在研究时更是执着,随着了解那些灵兽体内可以炼制灵药的材料,她的草木造诣,精进了不少。 尤其是相互结合后,触类旁通,白小淳的草木造诣,与日俱增。 一个月后,第八座石碑,小乌龟的图案代替宝瓶,成为第一。 随后又一个月,第九座石碑,小乌龟再次第一。 至此,九碑第一,此事让万耀阁的外门弟子,全部都沸腾起来,纷纷振奋,渐渐呼唤小乌龟去石碑第一的声音,越来越多。 即便是周星齐的那些倾慕者,也都无法阻止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乌龟的声望,被掀起到了超越周星齐的高度。 终于在最后一个月,白小淳于赏五十,万耀阁弟子最多的时候,乔装打扮一番,神色内露出坚定,趁没人注意,排队等待片刻,悄然踏入第十座石碑下的木屋中。 在踏入的刹那,白小淳盘息坐在木屋内的碑纹下,右手抬起,按在上面,脑海轰鸣间,出现在了熟悉的虚无理。 他看着面前闪烁出的上百万的草木以及灵兽的残片,目中露出执着,双手瞬间飞舞,开始进行考核。 刹那一株株完整的药草与灵兽材料,就被他组合出来。 一千,五千,一万,三万,五万,八万,这是他所经历的所有考核中,最难的一次,渐渐他额头出了汗,双眼有了血丝,整个人如风魔一样,忘记了一切,沉浸在这草木灵兽的组合上,甚至双手都刺痛,甚至大脑翻江倒海,可他依旧咬牙坚持。 不知过去了多久,当这第十杯的考核结束的一瞬,白小纯右手微微颤抖,将最后一株药草拼凑出来,整个人如虚脱一样,眼前模糊,再次清晰时,已回到了木屋内。 他呼吸急促,眼中却露出满足,擦去汗水,用力地握了一下拳头,目露振奋。 第37章举青若重,石碑,第一,灵溪宗南岸三山,彻底轰动,万耀阁内外,在这一刻声音鼎沸,传遍四方,不少人都飞快地来到万耀阁,看着那十座石碑全部都是第一的小乌龟,纷纷到吸口气。 石碑第一,这小乌龟居然真的做到了,我灵溪宗上一次出现石碑第一,还是在千年前,没想到我有生之年,居然能看到这一幕。 人群内惊呼不断,这种事情,尽管大家心里有些预料,可真正发生时,依旧震撼,尤其是最后的三个月,几乎是连在了一起,每个月拿下一座石碑,这种速度,让所有人回想起来,根本就无法平静。 这小乌龟,到底是谁?这才半年的时间,他就从第三座石碑开始,一路横扫,如碾鸦一样,成就赫赫声明。 他的草木造译,完全超越了周星旗,莫非我香云山日后除周星旗外,还会再多出一位钥匙。 与此同时,在十座石碑全部第一的瞬间,这十座石碑全部震动了一下,传出阵阵轰鸣之声。 这些声音融合在一起后,居然从香云山的山顶,传出了阵阵鼎声。 仿佛有巨木撞击要顶,传出闷闷之声,回荡整个香云山,传遍灵溪宗南岸,甚至还有阵阵药香,无形的扩散,笼罩八方,使得香云山的云雾也都肉眼可见的浓密起来。 江云山顶,一处洞府内,周长老正以临时喂养他真爱的那些五彩灵情,忽然听到顶明,目中露出惊讶。 江云顶明,他神时默然散开,立刻就察觉到万药阁十座石碑的变化,神色一动,踏空而去。 紧接着,孙长老的身影也出现,还有其他助机凶事,全部都被顶明吸引,纷纷走出,看去时,一个各都露出惊喜。 最后一个出现的,是李清后,他原本正在打坐,听到顶明后一样神色变化,外出看了一眼,立刻化作长红直奔万药阁。 随着顶明的回荡,很快更多人哗然,整个香云山无论是外门还是内门弟子,全部都被震动,一个个纷纷走出,看向万药阁的方向。 这是,我乡云山至宝乡云顶的声音,万药阁内,出现了石碑第一,开创千年内前所未有。 即便是清风尚于子顶山,这一刻也都被惊动,张大胖正垂着头,被身边一个样子妖娆,模样绝美的女子训斥。 这女子就是她对白小纯诉苦时提到过的老妖婆,此刻这女子听到这顶明后,神色一动,抬头看去时,张大胖也呆了一下,诧异的观望。 香云顶尽传出名音,莫非香云山的弟子里,有人在某一样考核中,达到了完美的程度。 同样的一幕,在清风上也出现,清风山的那些长老以及长座,也都侧目观望。 渐渐的,香云山万药阁内外,来人越来越多。 白小纯在人群内,听着四周人的哗然,看着那十座石碑,她少见的没有加入欢呼之中,而是心中生起一丝说不出的情绪。 她默默地站在那里,脸上露出笑容,这笑容没有得意,没有傲然,有的只是淳朴与开心。 一年多的时间,从第一个石碑开始,开创了一个奇迹,成就了石碑第一,这些是虚名,而她最大的收获则是对于草木,对于灵兽,对于这些身为灵童需要掌握的知识,已是熟烂于心。 可以说,她给自己打下了一个罕见的厚厚的基础,此刻回想这一年多来,太多个日日夜夜,自己疯狂的研究草木,研究灵兽,白小纯感慨之余,也有唏嘘。 放眼整个灵溪宗,即便是那门弟子,也没有人能在草木造诣上的基础上,身后过白小纯,这一刻,白小纯很满足。 很快的,一道道长红从四周呼啸而来,长红内露出的身影,每一个都散发出惊人的修为波动,周长老,孙长老,李清后都在其内,他们都凝望十做十悲,看着排在第一的那小乌龟,一个个目中露出明亮的光芒,尤其是李清后,她在看到小乌龟的图案后先是一愣,随后神色慢慢古怪,片刻后哈哈一笑,目光扫过人群,刚看到白小纯时, 她目中深处有外人看不到的赞赏。取久,大秀一甩,带着笑声离去,她很开怀,她一眼就猜出这小乌龟正是白小纯。 在那些长辈离去后,内门弟子的身影逐渐的多了,看着那小乌龟,这些内门弟子也都心惊,他们都是从外门晋升上来的,清楚的知道这万要阁的石碑,只有在外门时才可以去闯,故而其难度之大,根本就难以比喻。 身为外门弟子,能做到如此程度,定是天骄,哼,我等身为要徒,重点是炼制灵药,草木造诣再高,炼不出灵药也是没用。 这些内门弟子里,有的赞叹,有的露出不屑,可无论如何,他们对于这小乌龟,以深深记住,甚至在心底,已大都有了忌惮。 毕竟虽不知对方日后炼药如何,可一个如此牢固的基础,将使得对方在成为要徒后,顺利太多太多。 此周的哗然还在持续,直至周新奇出现,站在蓝铃上,凝望十座石碑上的小乌龟时,众人才慢慢安静下来,一个个都看向周新奇。 这种全方位的在十座石碑上全部被压制的感觉,让周新奇的目中露出不甘心,以往都是他带给别人这种复杂感,可如今轮到自己这里,让他只能沉默。 你到底是谁?周新奇咬了咬牙,虽不甘,可曾经的几次尝试,让他明白那神秘的小乌龟在草木造诣上已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程度。 他如今没有什么把握可以超越,沉默许久,对于这个小乌龟,已是牢牢记在了心底。 草木上,你的确比我强,那么等你成为要徒后,在炼药之路上,我不信你可以永远将我超越。 周新奇声吸口气,神色慢慢平静下来,他已参加了考核,已然寄生为要徒,此刻最后一眼看向石碑,转身一晃,漠然远去。 这里,只是我成为伟大药师路上的第一站,白小纯在人群内,也最后看了一眼十座石碑,毅然转身离开。 石碑第一的轰动,在之后的日子里持续了数月,依旧还有人谈论,尤其是每当众人来到万药阁, 看到石碑上的小乌龟时,这种议论都会加剧。 同时,周新奇的那些倾慕者,更是漫山遍野的寻找,带有不惜一切代价要找出这个小乌龟的气势, 尤其是那位前姓青年,极为恼火,也加入到了寻找之中。 搅动了整个灵溪宗南岸后,在这无数人每天都在谈论小乌龟时,白小纯在他的院子里,正红着眼,操控深浅的一片树叶。 他在研究举青若重的境界,实际上大半年前,他就经常研究这种境界之法,可却始终只能触摸一丝,无法真正融入。 如今万药阁的事情结束,白小纯眼看那些周新奇的倾慕者不断地寻找自己,内心起了危机感,索性避一避风头,开始全身心地放入到了举青若重中。 举重若青是速度,举青若重,则是一种掌控之法,白小纯目中露出沉思,这是他这段日子里的感悟。 或者说,这种掌控实际上就是一种体内灵气的爆发力。 白小纯双眼一闪,他如今灵气六层,体内灵气如大河一样,在举重若青的境界,已经可以做到持续地不断,发挥出惊人的速度。 早已有种明物,知晓所谓的境界,实际上就是运用体内灵气的法门,如同是一片叶子疏展开,能吊起一块小木头,可若是卷起来,能吊起一小块石头,但若是丝成一条条编织在一起,则可拽动更沉重的物体。 材质一样,只不过组合的方式不同,所以发挥出的强弱也不一样。 而举青若重,就是这样一个法门,一旦掌握,就等于踏入到了这个境界里。 白小纯思索良久,规手间远处一片叶子飞来,漂浮在他的身前,在他这不断的尝试下,这叶子时而速度击快,时而缓慢如有山压。 一次不行就十次,十次不行就百次,百次若还不行。 就千次万次,白小纯不知道自己尝试了多少次,他院子里所有的叶子都碎灭了,于是他外出又寻找了叶片。 到了最后,整个香云山所有非临直的树木花草的叶子都被他取来尝试后,终于在一天黄昏,白小纯目光闪动,掐绝一指,他面前的那片柳叶,看似轻飘飘的,可在落下的瞬间,如同山岩砸地。 空的一声,院子的地面一阵,仿佛这柳叶重落千军。 成了,白小纯眼中弥漫雪丝,可神色却振奋,起身右手一甩,小木箭飞出,成为了一道黑线,刹那远去。 不但速度更快,威力更是比之前强悍了至少一倍,甚至隐隐都出现了尖锐的破空声。 空明中,远处的巨大山岩,直接四分五裂崩溃开来。 这种威力,已经不是宁气六层可比,即便是宁气七八层看到,也都会大吃一惊,心神震动。 第三十八章紫气画顶,白小纯神色兴奋,起身活动了一下身体,又操控小木箭在这院子里来回飞舞,时而快速呼啸远去,时而又骤然停顿,运有千军。 整个木箭,在这院子里变化莫测,很快就形成了阵阵剑气四散,仿佛凭空地掀起了大风,让白小纯这里更为激动。 片刻后,他用手一甩,小木箭刹那消失,回到了他的手心内,看起来五颜六色很势不起眼,可实际上,这把被练零三次的小木箭,已从本质上出现了不同的变化。 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如都能掌握,那么相互结合之下,就可以凝聚出。 子气欲顶宫内,唯一的一个神通之法。 白小纯深吸口气,目中露出期待,子气画顶,白小纯收了木箭,闭上眼站在院子里,许久之后,他右手突然抬起,向着半空一指,立刻在他前方半空中,原本看不到的体内灵气,竟闪动光芒出现。 仔细一看,灵气如丝,正飞快地勾勒出一个顶的样子。 自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引导,使得这尊顶,快速地成形。 与此同时,振振惊人的威压,也赫然从这顶上扩散出来,灵压之大,竟比之前飞剑时,还要强悍。 而白小纯这里,面色也飞快地苍白,体内的灵气正急速地消耗,直至耗费了近乎八成,那尊顶才彻底成形。 在半空中散发出更为强烈的灵压,随着白小纯向前一指,此顶猛地冲出,狠狠易砸。 碰触地面的刹那,顶纤碎,可有大量灵气扩散爆发。 轰鸣之声更为强烈,甚至传遍四周,方圆百丈内的地面,立刻出现了卡卡声,竟有一道道裂缝瞬间出现。 好在这乡云山有阵法守护,那些裂缝很快就恢复消失,可这振动之力,依旧让不少外门弟子听到,纷纷诧异。 白小纯到吸口气,他也没想到这紫气画顶,居然如此强悍,这一击,甚至给他一种哪怕自己都无法对抗之感。 紫气画顶,不愧是紫气欲顶宫内,唯一的神通,且需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都明悟后,才可施展。 白小纯双眼露出明亮的光芒,但很快就皱起眉头,此神通虽强悍,可消耗实在太大了。 白小纯不知道,实际上他只是消耗了八成,这还是因为他的灵力精纯,若是换了其他弟子,即便也明悟了这个神通,但宁气八层以前,极难施展, 体内灵气会被消耗一空,唯有到了灵气九层之后才可真正展开,不过也有不小的消耗。 紫气欲顶宫内对这神通有介绍,分为上中下三品,此刻我所凝聚出的顶,只是下品而已,若到了中品,可凝聚两尊顶,到了上品,不但顶会出现三尊,而且还可以融合在一起,形成一个大顶。 白小纯若有所思,寒息坐下后开始吐纳,当明月高挂时,他睁开眼,目中露出灵芒,体内修为已恢复得差不多。 这一世神通,可以作为我的杀手锏了,这样的话,那些周星奇的轻悟者若是惹急了我,我就砸他们一下。 白小纯刚刚觉得放心,但却想到了那位前姓内门弟子,眉头再次皱起。 能成为内门,至少也是名气八层以上,白小纯顿时觉得不放心,沉思时看了看自己的皮肤,双眼一闪,起身向前走出几步,速度飞快,右手抬起拇指与食指黑芒闪耀,向旁刹那一扣。 巨空传来卡卡之声,甚至隐隐有爆裂之感,白小纯这一捏之力,仿佛无间不摧,他看向自己的两指,迟疑了一下,但很快就平静下来。 这是杀招,保命用的,白小纯沉吟少青,觉得这种保命的杀招,威力越大越好,只是对于不死长生公,白小纯是真的怕了。 他之前不死铁皮成了后,也尝试继续修行不死长生公,可只要一修炼,那种饥饿的感觉就在一次出现。 而这灵溪宗南岸,林伟基只剩下了鸡仔,实在没吃的了,单单依靠平日里的零食,白小纯很肯定,自己一定会被饿死。 他也满山都找过其他可以吃的灵兽,可自从偷鸡狂磨名声大噪之后,南岸三山本就不多地饲养灵兽的几处区域,以防护得极为严密。 白小纯也发愁啊,此刻又想起这个问题,顿时愁眉苦脸,正琢磨着有什么办法解决饥饿的问题时,忽然想到了当初的那枚颜免疫手单。 对啊,白小纯眼睛一亮,灵药有很多种,不仅仅增加修为,还有的可以补充元气,而白小纯经历了不死铁皮后,也已经发现,修炼不死长生工,实际上需要的就是元气。 我现在草木造一大成,虽没有去晋升,可完全可以自己炼药了,且宗门内虽然成品灵药价格不菲,可在草木上却便宜很多。 白小纯越想越觉得这是个办法,这样的话,我提前接触炼药,等之后去考核晋升时,把握也会大很多,日后炼至初注鸡丹也会更轻松。 白小纯立刻有了决断,煮着下巴目中露出思索,直至第二天清晨,他身体直接跃起。 炼药需要药方,这个也简单,不需要晋升药图才可以得到,山下的方式内,就有贩卖一些零散的药方。 白小纯摸了摸口袋,他到了香云山后,几乎没有花钱的地方,身为外门弟子每个月都可以拿到一些零食,如今也存了不少。 对于这些身外物,他从来都不在意,此刻飞奔,顺着小路下了香云山。 从来到香云山后,白小纯这还是第二次下山,当年第一次下山是去买药草换丹药,此刻他几乎刚刚离开香云山,立刻在清风山上,就有两道身影直奔一处院子。 陈师兄在不在,陈师兄,白小纯下山了,这两道身影都很强壮,修为不俗,都是宁气四层,此刻二人目中有兴奋,进入这院子里,一眼就看到了盘西坐在院子内的一个大汉。 这大汉身体更为魁梧,虎背雄妖,文言双目开合,有一抹精芒闪过。 白小纯,他终于下山了吗?大汉宁笑,身体默然站起,整个人如一座小山,气势不俗,更有宁气五层的修为之力,化作灵压散开。 他正是当年监视房的陈飞,当年三人在监视房好好的,在那里几乎要什么有什么,不但有杂役次后,更是客口之下,还有临时补充,却没成想被白小纯等人强行推上了山,成为了外门弟子,这两年的苦日子,让他们对于白小纯等人分之入骨。 可觉得张大胖不好惹,黑三胖更是难缠,唯有这白小纯,虽当初实力不俗,可总体感觉是最弱的,本打算找个机会报仇,但一来白小纯几乎从不出宗门,二来在这宗门内,陈飞虽然有些来头,可却不敢触犯门规。 毕竟他最大的来头,也就是一个内门弟子的表哥而已,且平日里对他也不太搭理,在杂役时照顾,以示极限。 故而始终都在等待白小纯外出之时,这一等就是快两年,如今终于等待,且陈飞很有自信,他修为头段日子突破到了宁气五层,也打探了一下白小纯那里的修为,知晓了对方小比虽是第一,可却是取巧胜出。 当年被他的举重落轻唬住,还真以为他明误了举重落轻,哼,毕得我等成为外门弟子,这口气,此番要狠狠地吐出。 陈飞眼中露出绿色,他倒没打算击杀白小纯,可却打定主意,要让对方骨断筋伤,至少躺一年才可。 而这种事情,宗门虽还是会追究,可亦不是当场抓住,二没有出现死亡,三他陈飞也有来头,就可以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。 既不如人,愿不得我等,陈飞身体一晃,直奔山下,他身后二人也跟随,三人很快下了山,找到了一处从方式归来的必经之路,在这里等待起来。 方式不大,白小纯在这方式内没用多久,便找到了两张一阶散方,一个是补充灵器,一个是滋养元器,这种滋养元器类的药方。 高阶的罕见,可低阶的却有不少,大都是给凡人服用,强身健体。 对于别人来说没用,可白小纯却如获珍宝,他有硅文锅,寻常的丹药炼零三次后,效果立刻不同。 又用余下的临时买了多份炼制零药的草药后,白小纯美滋滋的一拍储物带,哼着小曲离开了方式,走在回宗门的山间小路上,脑海里幻想自己炼药有成的一幕幕,更为开心。 可就在他在这山间小路走了没多久,忽然神色一动,脚步默然停了下来,凝七六层之后,他的感觉敏锐了很多。 立刻就察觉出前方有三个人的呼吸,这三人藏在草木内,在看到自己时,心跳略加快了一些。 眼看白小纯停顿,陈飞三人身影默然冲出,站在了白小纯的身前。 白小纯,当年的恩怨,今天也该了断了。 陈飞盯着白小纯,内心笃定,凝笑开口,他身后二人一样凝笑,快速散开,行包围之事。 第39章碾压,陈飞,白小纯眨了眨眼,目光飞快扫过陈飞以及绕到自己身后的二人,察觉出他们的修为后,他也笃定下来。 白小纯,你即便是现在跪地求饶,也都晚了,当初你出的主意,害得我们成为外门弟子。 我陈飞等这一天,已很久了。 陈飞大笑,右手抬起一挥,顿时宁气五层的修为,轰然爆发,掀起四周不少落叶,看起来颇为不俗。 我陈飞进入外门后,所有时间都在修行,终于到了宁气五层,白小纯,今天我就明告诉你,就是要欺负你,让你古断经商。 陈飞笑声带着嚣张与得意,他右手掐绝,轰的一声,面前出现了一把青色的飞剑,此剑只有半尺大小,看起来很是古朴,散出微弱的寒芒。 白小纯身后的那两位,也都凝笑,齐齐散开修为,手中各自出现了一把飞剑。 在这三人的包围下,他们有绝对的把握,三打一,必定碾压白小纯,尤其是他们现在见识与以前不一样了,早就分析出白小纯这里,根本就没有完全掌握举重若轻之法。 你若一直不下山也就罢了,既然下了山,出了宗门,今日让你知晓,当年犯下的错误,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。 陈飞只觉得胸口的一口气,此刻随着这番话语说出,吐出了大半。 你们三个在这里堵住我,不担心门归。 白小纯看着陈飞,好奇地问道。 门归,哈哈,这里已是宗门外,况且你既不如人,古断经商也怨不得旁人,大不了我等回头道个歉也就结束了。 陈飞得异地笑道,他甚至可以想象白小纯接下来的面色,一定会非常难看,甚至他都准备好了后续的嘲讽。 可很快他就觉得不太对劲,白小纯太镇定了,面对自己三人的包围,神色非但没有出现自己所想的变化,甚至还露出古怪,竟摆出高手的姿态,傲然地开口说了一句话。 原来是这样啊,那我就放心了。 陈飞双眼一缩,觉得更不对劲了,但此刻容不得他多想,嘀吼一声。 出手,话语一出,他掐绝间立刻飞剑直奔白小纯,与此同时,白小纯身后的二人,也都立刻掐绝,身前飞剑冲出。 眼看这三把飞剑临近白小纯,白小纯脸上露出笑容,他甚至都没有取出法宝,身体向后一步退出,陈飞三人只觉得眼前一花,白小纯的身影就消失了。 出现时,赫然在了左侧宁气四层的那个大汉身边,这大汉猛地睁大了眼,还没等反应过来,白小纯右手握拳,一拳轰出。 这一拳太快,直接就落在了这大汉的肚子上,轰了一声,大汉全身颤抖,一口鲜血喷出,身体攻了起来,如被一股大力冲击,顿时倒飞出去,撞在了一旁的大树上。 那大树都颤动了几下,这大汉鲜血再次喷出,竟直接昏了过去。 这一幕变化太快,一旁另一个凝气四层的大汉,此刻骇然地看向白小纯,老海嗡鸣,如有无数雷霆滑过,他做梦也想不到,白小纯这里。 居然有这么快的速度,而且力量之大,竟到了骇然听闻的程度。 陈飞面色猛地变化,到吸口气,身体下意识地就后退,看向白小纯时,露出难以置信。 你,太弱,白小纯摆出高人的模样,似觉地孤傲天下,找不到对手,感慨时身体一步走出,到了另一位灵气四层大汉的面前。 这大汉发出一声狂吼,全身羞为爆发,催动面前的飞剑直奔白小纯,可白小纯的速度更快,不死长生功修成不死铁皮后,白小纯的肉身与速度,已很是惊人,此刻一晃就逼开了飞剑,依旧是右手握拳,一拳落下。 轰的一声,那大汗发出凄厉的惨叫,鲜血喷出,身体猛地被卷起,她的身后没有大数阻挡,竟被卷出了十多帐外,倒在了地上,五脏六腑都在颤抖,爬不起来,竟呼奄奄一息。 太弱了,白小纯摇了摇头,看向此刻双腿都在颤抖的陈飞。 你,你,陈飞脑海嗡嗡,整个人都快傻了,她无法想象前一刻自己还胜券在握,可下一瞬却发现这白小纯居然如变身一样,堪比凶兽。 那两拳,竟直接将二人打得生生晕了过去,她难以衡量这得需要多么大的力气,此刻下意识地咽下唾沫,身体猛地后退,根本就生不起丝毫要去战斗的心思,整个人脑海里唯一的念头,就是逃。 可她没等退后多远,白小纯速度飞快,瞬间追上,右手抬起还是一拳,这一拳在落下的刹那,陈飞身上突然光芒一闪,一枚小盾出现,阻挡在了白小纯的拳头上。 空的一声,白小纯轻移一声,身体微微顿了一下,与此同时那小盾颤抖,灵气都暗淡了,被这一拳直接打飞。 陈飞吓得魂飞破散,这小盾使她花费不少贡献点买下,即便是凝气六层,短时间也都无法破开,可眼下居然被白小纯一拳轰轰地与自己都断了联系。 白小纯,你,你别欺人太甚,陈飞骇然,发出凄厉之声,哼,我明白告诉你,今天就是要欺负你,打你个股断经商。 白小纯心里堵勒开了花,眼看对方恐惧,这种让自己舒爽的事情,她是从来不会放过的,于是不但重复了对方的话,更是全身羞维猛地散开,宁气六层的羞维之力,顿时爆发,掀起四周狂风,就连她的头发也都飘舞,气势惊人。 宁气六层,陈飞眼珠子都快鼓了出来,头皮发麻,亮枪后退时,白小纯已然追上,再次一拳,这一次没有盾牌阻挡,直接打在了陈飞的身上。 陈飞全身一颤,鲜血喷出,惨叫终身体被卷起,可她毕竟虎背熊腰,且还是宁气五层,没有晕倒,而是拼了全力要逃走,她此刻心中苦涩到了极致,更是暗恨自己为什么选择在这里, 此地与宗门之间。还有一些距离,眼看白小纯如凶兽一样再次扑来,陈飞发出凄厉之音。 白小纯,你就不怕违反门规,门规,哈哈,这里已是宗门外,况且你既不如人,古断经商也怨不得旁人,大不了我等回头道个歉也就结束了。 白小纯干咳一声,把对方的话再次重复一遍后,上前一脚踢出。 这一脚,直接将陈飞整个人踢到了半空,陈飞再次喷出鲜血,目中目出绝望,惨叫中还没等她落下,白小纯已冲了过去,拳打脚踢。 陈飞恐惧,惨叫之声不断传出,到了最后整个人已臃肿起来,连惨叫都渐渐微弱了。 全身上下骨断经商,面色惨白,趴在那里全身都没了知觉,看向白小纯时,已露出强烈到了极致的恐惧。 在她看去,白白静静有些瘦小的白小纯,根本就是一个披着人皮的凶兽,尤其是这白小纯从始至终,居然没有涌出任何法宝, 只是凭着强悍的身体与那惊人的速度,就将他们直接碾压。 远处凝气似曾的两个大汉,此刻也都苏醒,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,只觉得头皮发麻,心惊肉跳,赶紧又装作昏迷的样子,一动也不敢动,生怕引起白小纯的注意。 眼看陈飞奄奄一息,白小纯觉得无趣,受了灵气,在三人的恐惧中,把三人的储物袋都翻了一遍,拿走了所有物品后, 还把小盾也都取走,这才继续哼着小曲,顺着山路走向宗门。 该死的,是谁告诉我这白小纯在香云山小比,取巧获胜的。 望着白小纯的背影,陈飞玉哭无泪,他若早知道白小纯这样恐怖,打死他都不来找白小纯的麻烦。 那两个宁气似曾的大汉,哭丧着脸,看向白小纯的背影时,露出强烈的恐惧。 陈师兄,怎么办,要不我们别惹他了,化解吧,我听说徐宝才都和他化解了。 二人眼巴巴的看着陈飞,陈飞也心底苦涩,沉默片刻后一咬牙,报复我自然想,可打不过怎么办? 此事我好好想想,第四十章追求极致,哼着小曲,白小纯很是愉悦的踏入宗门,回到院子时,他还感慨了一番。 秋仙是为了长生,这些人啊,总是打打杀杀,脑袋有毛病。 在院子里,白小纯整理了一下陈飞三人的储物袋,这三人并非富有,口袋干扁,白小纯收获不大,但也没太在意。 他取出自己购买的那些草药,拿在手中仔细地观察,每一个都看得很认真。 虽然他有深厚的草木基础,但却没有太多机会接触真正的草药,此刻随着观察,渐渐与脑海里的知识结合,甚至他还时而轻轻划开草木,细致地观察内部的结构。 一一印证后,白小纯若有所思,又取出了买来的两个散方,补充灵气的散方他只是一眼扫过,重点放在了可以让凡人强身健体的药方上。 长寿香,白小纯喃喃低语,这药方需要的药草不多,只有七种,在搭配上也没有什么独到之处,只是用相生相克的原理,激发出这七种药草之力,化作粉末,凝聚成香。 尤其是里面有两种,还是有毒之物,虽不是什么剧毒,对修士来说最多拉半个月肚子,但对凡人而言,也是要命。 天地间草木灵质众多,有的可以直接服用,有的可以炼丹使得效果更好,可也有不少因有毒,所以只能炼香。 白小纯沉吟中,把炼至长寿香的药草一个个都仔细地观察,直至对于这七种药草了解到了入微。 还是不稳妥,炼药的重点,是成药的几率,虽然是最简单的一阶灵药,可依旧存在了很高的失败率。 我的这些药草每种只有十份,不可浪费了。 白小纯性格谨慎,一切求稳,被诵草木时就已入微,此刻在炼药前,他一样如此,没有立刻炼制,而是研究药方。 时间一天天过去,七天后,当他对这药方已经完全吃透后,闭上眼在脑海里不断地分析推演,直至黄昏时分,才睁开眼,想了想后,又取出了补充灵气的药方,再次研究。 直至半个月后,白小纯双眼都有了血丝,这两份药方以及所有需要的药草,都已被他彻底明误,这才成瘾片刻,猛地起身,走出院子。 炼药需要单炉,可单炉的价格不菲,白小纯换不起,好在宗门内有专门给弟子炼药配备的炼药阁,只需花费一些不多的贡献点,就可以在里面炼药。 炼药阁在香云山的东面,距离白小纯所在的地方并不是太远,此地平日里不像万耀阁那样人山人海,较为安静,毕竟有资格炼药的人,即便是香云山上,也没有太多,且有不少都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单炉,也不需要来这里。 缴纳了一定的贡献点,换取了在这炼药隔一个月的时间,白小纯走了进去,此地被分成了上百个单独的房间,每一个四周都有针法封印,使炼药之人不会受到外界丝毫的打扰。 拿着换来的木牌,白小纯走到序列十三的房间,目光一扫,这房间不大,四周空荡荡的,中间有一口单炉,单炉吓似有火焰微微燃烧。 盘膝坐下后,白小纯深吸口气,目光卧在单炉上,载载细细地观察一番,又看向下面的火焰,尝试用灵气一催,顿时火焰一下子强烈起来,整个房间内热度攀升,单炉更是肉眼可见的微红。 连续多次尝试,以白小纯能凝聚出紫气化顶的境界,很快他就对控制火的力度,熟悉起来,觉得可以灵活操控火焰后,他一拍出雾带,将草木取出。 长寿相对我现在来说非常重要,不可先去炼制,需要对炼药熟悉后,才可去炼,那么现在就拿捕灵丹炼手好了,此单一接,适合宁气五层以下。 白小纯有了决断,神色极为认真,脑海将捕灵丹的药方再次回忆一下后,开始炼药。 他取出捕灵丹所需的一株药草,拿在眼前右手一挥,立刻这株药草的叶子全部落下。 白小纯双眼凝重,体内灵气散出,形成一股大力狠狠易柔,顿时那些叶片被挤压在一起,挤出了九滴汁液,落在了丹炉中。 痛得一声,丹炉内立刻升起阵阵轻悟,白小纯的精神高度集中,在这雾气出现的刹那,双手飞快地将手中的药草经脉剥离。 一一扔入丹炉内,又不时地去控制火焰,使得丹炉内的雾气更多。 但偏偏没有散开,而是凝聚在一起,不断地翻滚时,白小纯取出第二株药草,在手中催化,使得这株药草立刻开花,取下花瓣扔进丹炉。 时间流逝,白小纯全身心地投入进去,不断地拿出药草,直至放下了八种后,他目中露出明亮的光芒,盯着丹炉,操控地活缓缓改变温度,指示额头的汗水却在这精神的高度集中下,顺着脸颊低落。 一个时辰后,一声温温的轰鸣从丹炉内转出,与此同时焦黑的雾气扩散,虽然很快就被这房间内的阵法吸走,可白小纯依旧被呛得咳嗽起来,面色难看地望着丹炉内的黑色惨渣,皱起眉头。 失败了,白小纯坐下后拄着下巴,目中露出思索,仔细地回忆炼药的所有细节,没有继续炼丹,他的性格谨慎,所以无论是在背诵草木还是炼药,都追求最大的保险。 这一想就是三天,三天后他在脑后里将首次炼药的过程回忆了至少上千遍,找出了不下五十多处问题,这才深吸口气,略做休息,再次开炉。 真正炼丹的时间实际尚不长,两个时辰后,丹炉再次轰鸣,依旧有雾气散开,炉内的残渣再次出现。 白小纯性格中指着静上来了,他捞出那些残渣仔细的研究后,结合脑海中炼制炼药的过程,又研究药方,研究草木,这一次近研究了十天的时间,彩虹着眼,开了第三炉。 只是这第三炉,在开始的过程中都很平稳,可就在要承担的瞬间,再次碎裂,轰鸣嫩嫩回荡时,白小纯跳了起来,撕死地盯着丹炉的残渣,沉默了很久很久,坐在一旁闭上眼,再次沉思。 这一次,他思索了差不多半个月,直至在这药方的时间快要结束时,才睁开眼,咬牙之下,开了第四炉。 最终,在练单房的时间截止时,这一炉依旧失败了。 这一幕若是被其他药图看到,定会觉得不可思议,一个月的时间,换了其他人,至少可以练出数十炉,无论如何,也都可以练出成果。 哪怕只练成一粒,也都是收获,因为在几乎所有人看去,练药的确是非常非常难,不然的话也不可能真正的药师,整个东宁州就两威而已。 即便是药图,也并非特别多,且往往大都一生没有希望进阶成为药师。 可实际上,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,就是,没有那么的资源去让一个人药图成长,若是资源足够,在不断的尝试下, 不说必然可以成为药师,可至少几率会大了太多太多。 所以,炼药的成功几率,在所有人看来,想要提高的办法只有一个,那就是不断的练习,增加熟练度。 而众人所追求的,也都是这种熟练度。 只有达到了足够的熟练,便可以使自身成功的把握增加。 故而对于炼药失败,药图都觉得是正常的事情,总结教训后,再次炼制,会慢慢地提高。 尤其是这种寻常的丹药,材料又不贵,正是勤加练习的时候。 可白小纯这里,虽然路子是与所有人一样,可在速度上却慢了太多太多。 每一次失败,他都是用无数倍炼丹的时间去不断地分析,不断地推演。 这与他的性格有关,他性格谨慎,更是心系,这种心系在他学习草木时只体现了一部分,可在接触炼药后,却是无限地放大,占据了最主要的心态。 因为心系,所以他失败后察觉出的问题比别人多,甚至不是多的一心半点,因为他想得多,看得细,哪怕别人认为不是问题的地方,在他看去,却觉得不对劲。 又因为谨慎,所以哪怕一个细微的问题,他都必须要功课后才可以去继续炼丹,所以,他思考的时间,才会是炼丹的无数倍。 一个月时间结束,白小纯披头散发,脸上都是黑灰,疲惫地走出炼药阁,回到院子后他沉默了很久,脑海里不断地回忆。 还有九处地方有问题,这九处只有都解决了,才可以继续炼药。 白小纯咬牙,坐在院子里闭目思索,脑海里不断地分析,时而还拿出药草入微观察。 直至半个月后,他猛地冲出,再次花费贡献点进入炼药阁内。 第五次,失败,他用了七天去分析原因,找出问题,解决问题,再次炼制。 第六次,失败,白小纯眼睛通红,耗费了二十天的时间,终于觉得再没有问题了,开了第七炉。 一个时辰过去,轰鸣没有出现,却又丹香扑面而来,白小纯振奋,看着丹炉内的两枚青色的丹药。 他深吸口气,这是第七次,他成功了。 随后再次炼制,第八次,成功,出丹三枚。 第九次,成功,出丹五枚。 第十次,依旧成功,只是,这第十次出现的丹,只有一枚,且颜色不是青,而是黑色,没有任何香气散出。 甚至闻起来,还有一股怪味。 在白小纯差异时,整个炼丹阁内,顿时有了躁动。